我对死亡的态度一直是 死亡是一种程序 生命必须要死亡 从开始就已经设定好了 对吧 有人也会说 那如果生命生出来就会死的 那为什么要生着呢 我说向死而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你吃饭 你也都知道饭会变成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去吃饭呢 你到底活着为了吃饭 还是吃饭为了活着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死亡来讲 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你怎么用它去寻找光明 如果不死亡 有一句名言 如果没有死亡 则每一个新生都是一场悲剧 因为每个人都不死 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为什么有的时候 也会反对永生呢 其实死亡也是给 不管是物种或者人类的殆计 我们给下一代 留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给它控出了 你应该控出来的生态位 我觉得这个是生命的意义 原来最难解释是大脑 大脑到底在迷路之际会怎么样 其实换言之 意识永生 更多的我们说 文脉永生就是了 孔子 苏氏 辛西吉 哪个影响力都比当年 他们活着时候大多了 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 这些人都永生了 只是他是以群体的 一个群体智慧的方式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民族当中 乃是全世界非常有影响的永生 第二个人都很容易